近载运通 欢迎收看会让你赚钱的节目 以及把你当好朋友的五路财神 我是杨慧珊 很快一个周末又过去 在这里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这个星期请问对你有没有什么意义 这个星期对会珊老师以及我的家族成员 我们是五福临门喜气洋洋的一个星期 因为这个星期我们大获全胜 首先我们今天在这个星期当中有五福 哪五福 第一喜就是会珊老师 我本的专业诚信以及负责的态度 来面对观众以及我的家族成员 这个态度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我们的节目收视创新高 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是第一期 第二期在上个星期 卉杉老师利用F雅德 一次的波段布局 三次的价差操作 我们累积到了将近倍数的获利 这个星期另外一档股票 急起直追 这档股票就是郭台命的股王华瀚 华瀚在这个星期股价再度往上 我们一次的波段布局 三次的价差操作 也累积到了将近一倍的获利 这个是5月26号星期四的抗讯 机器人领头羊 六四一四的化汉 我们累积到了九成的获利 恭喜大家 这是第二喜 第三喜 物联网的领头羊 联雅 股价从600块钱 跌到400块 430 5月11号这一天 5月11号的抗讯 物联网的领头羊联雅 我执行第三次的价差操作 430块钱买进 而在这个星期三 5月25号 我再做一个动作 物联网领头羊联雅 我执行第三次的价差操作加码 价位在435块钱 星期五 联雅股价涨了8块钱 收在450块 是的 物联网领头羊联雅 我这一次带着我的家族成员 从底部成功卡位 成功切入 波段430 价差435 星期五收盘450块半 这是第三喜 第四喜 针对现在的行情 惠山老师特别推出 小骑兵系列 其中小骑兵的第一档 1721的三晃 三晃在这个星期三 5月25号 股票攻上了涨停板 我们已经成功卡位 提前卡位 并且完完整整的赚到涨停 5月27号星期五 三晃的股票 股价还在高档附近 我们已经完全赚到 5月25号 新派小骑兵三晃 会员全数获利当中 恭喜大家 这是第四喜 第五喜 这档股票 小骑兵系列2号 6485的点序 我一直强调 当你有了第一次成功之后 你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你看 从华汉 莲雅 雅德 小骑兵1号三晃 到现在 小骑兵系列2号 6485的点序 点序在星期四 5月26号 市场上出现 Netflix 缺货的利多消息 在5月26号当天 点序的股价 顺利的往上拉 创下了 这一波以来的高点 5月26号 星期四 股票市场三种人 先知先觉 后知后觉 不知不觉 惠山老师 带着家族成员 当先知先觉 我们已经领先市场一步 卡位获利当中 恭喜大家 这是第五喜 这个星期可能对你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就是很平凡 很普通的一个星期 但是对于惠山老师 我的家族成员来说 是值得开心 值得庆祝的一个星期 因为我们五福临门 我们要大肆庆祝 欢欢喜喜 惠山老师 我把大家当作好朋友 对于好朋友 当然一定要尽全力相挺 而我的家族成员也知道惠山老师对他们的用心 所以对惠山老师都非常的信任 对于他们的信任 对于他们的期望 给惠山老师力量 所以对家族成员的 信 使命的托付惠山老师使命必达 这个星期五福临门 恭喜大家 好好的把握 接下来机会还有很多 那当然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操作要赚钱有分两种 一种是长线 一种是短线 当然你也知道 要赚钱一定是要做长线比较容易赚到大钱 好但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样去拿捏那个分界点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与一档股票 我们物联网的领头羊联雅来讲就好 他的股价从400块钱涨到600块 然后又打回原点 跌回到400块钱 那你要是在这边买进买进 结果涨上去 有贪钱没出 哇结果股票下来 那也没有用啊 所以大部分的投资人就会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我到底一档股票 它是好股票啊 可是买了之后我没出 股价又掉下来 甚至很多分析师都有这样的问题 看好看好对啦是很看好 可是报上报下 本来赚钱变赔钱 我看到一个堆心肝 所以事实证明 不只是要一档好股票 除了好的股票之外 你还要好的买点 加上好的卖点 你才能够在股市当中赚钱嘛 那卉山老师 我不只是找好股票 物联网的领头羊 联雅 它是我亨通50当中的股票 来 3081联雅在这里 是亨通50当中的股票 那为什么 卉山老师我要去买联雅 因为它早就在我的锁定当中了 那如果说今天只要好股票就能赚钱 那你就把这50当拿回去就好 因为这50当都是一等一的好股票 你只要拿回去你就能变富翁变好牙 但是你知道不可能 因为你要知道买点 你要知道卖点 联雅 卉山老师 我在444块就是前一波的时候 我带着我的家族成员买471加码 一路的加码往上加码上去 然后修正时 我做了第一次的价差操作 压回来 我再进行第二次的价差操作 总共你看到的是 这是4月14号啊 我们的物联网领头羊 联雅 波段赚了两成八 然后第一次的价差两成五 第二次的价差少一点 一成一 总共六成四 来 5月27号 我们物联网领头羊 联雅 获利六成四入带之后 卉山老师为什么 我能够知道说 卖掉了之后 在他压回来 我430买进 来 我们430接回波段 并且 在那边整理的时候 我435 再做加码 然后 我在底部布局 股价就涨上来 这一波我又开始赚到了 波段430 价差435 礼拜五收盘 450.5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难道你能说 这个是运气吗 你觉得这个是运气吗 这不是实力 难道是运气吗 如果它是运气 那我想请问你 为什么 来 为什么 我们的股票 这一档 在这里 华汉 我能够透过一次的波段布局 三次的价差操作 让我的家族成员 大赚到将近九成 为什么 F雅德 透过一次波段布局 三次价差操作 我可以让我的家族成员 赚到将近一倍的获利 这叫做运气 这叫做运气吗 如果卉杉老师 文气啊 加好 那我真的可以 中乐透了啦 我现在也不用在节目当中 在这边跟你讲 那为什么你的老师 带着你买了一堆股票 很简单啊 因为没有把握 所以就试试看啊 买买看 没有实力 结果又在电视上 在那边乱讲话 这种老师 那你当然会问我 卉杉老师 为什么你会知道 联雅 为什么你会知道说联雅 前一波上来这样子 我要知道要卖掉 要获利入带呢 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 因为卉杉老师 我不只是看基本面 我甚至连其他的面向 我都替你准备好 一个好的买点 跟好的卖点 不是靠基本面来决定的 你还要有很多面向 卉杉老师 我有五路财神 我透过五路财神 我从筹码面 市场动能面 技术转折面 以及趋势面 甚至连策略加码面 我通通考虑进去 所以我会知道 什么时候该进 什么时候该出 大户的做法 人家怎么做股票 利用电脑 也就是人工智慧 AI 以及投资词 换句话讲 他们做股票 把好的股票 通通通都选起来 丢在投资池当中 并且把他们 这些股票当中 利用城市交易 什么时候浮现买去 他们就进场去布局 卫山老师 我就是带着你 跟大户用一样的方式 在股票市场里面操作 换句话说 你跟着我 我让你跟大户同步 我让你跟大户在同一个车上 五路财神 替你决定最好的买卖点 在这个星期 除了礼拜一 有报大量之外 其他的时间 平均成交量 大概都在650亿左右 那显示市场上的投资人 其实信心还是不足 信心还是不足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大型股 股价就很难拉 因为量不够啊 所以这种盘式 对于那种小型股 筹码轻的股票 相对上来讲 它就会具有优势 所以卫山老师 特别推出小骑兵系列 其中第一档 小骑兵一号 三晃 就像你刚刚所看的 股价已经开始顺利上工 小骑兵系列 是现阶段 目前市场聚焦的焦点 所谓小就是股本小 筹码轻 它具有筹码上的优势 所谓棋 就是具有转机器材 像这样子有筹码优势 又具有转机题材的股票 最容易成为市场的焦点 我通通都集合在小骑兵系列当中 它是现在最能够让你发财的标的 也是让你通往成功 最快的方式 今天 这一个星期啊 对于你来说 你想要开心 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重点是 你不能只是想 你要真正的去做 真正的去实行 差别只是在于这里而已 就好像今天慧山老师 我推出了十几二十几档股票 但是你都只是想 你都只是看 那这些获利跟你都没有关系啊 就像你刚刚看到的华汉啊 你刚刚看到的雅德啊 都赚了快要一倍 可是 如果你只是想而已 啊 拍摄啊 后面的股票也自己没关系 但是 如果你今天真正的去行动了 一旦你做了 后面的十几二十几档 就通通是你的 因为你去行动 并且你会相信 你一旦跟上我之后 你就会相信我 从此以后 你就会一直跟着我 想要成功 先从行动开始 我刚刚也提到 现在目前 我替大家所挑选的股票 就是小骑兵系列 其中第一档 就是小骑兵一号 三晃 他的股价 在低档杂底 整理了四年的时间 我不会在这边买 我不会在这边买 那为什么卉山老师 我会选择在最近这边买呢 很简单 因为五路财神嘛 五路财神告诉我说 他筹码面 大户在吃货 并且市场动能增强 技术转折向上 趋势多头 五路财神告诉我说 他会涨 于是我就带我的家族成员进场 五月二十七号 他的股价收在高档附近 在这之前 五月二十五号 他已经攻上了涨平板 股价顺利开始往上攻 这是成功的开始 我们已经踏出第一步了 我们已经踏出第一步 如果你有跟上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一根涨平是你的 这就会是你第一次的成功 你去做 你就会相信 你就会赚到钱 在接下来第二次的成功 就会跟着来 小骑兵系列二号六四八五的点序 一样啊 一样的模式所挑选出来了 你不用担心 很多人会担心说 老师做股票好像绩效不是很稳定 那是因为你的老师没有一个成功的模式吗 但是我们已经找到成功模式 就是五路财神 就是亨通五十 透过五路财神加亨通五十 给你好的股票 好的买点 点序 在这个星期 股价也是顺利的往上拉 股价也是顺利的往上涨啊 来 5月26号星期四 小骑兵二号六四八五点序 我们领先市场一步 卡位获利当中 你只要去做 你现在不就改变了 那我们要接着迎接接下来陆陆续续的成功 你用第一次跟上了之后 后面的你就会跟上 这一档股票 小骑兵系列四号 它的股价 刚刚突破整理平台 我会选择它的原因 这五点 它自行开发了新产品 并且站稳立基型市场 我们知道 每一个产业都有 成熟的时候 有成长的时候 当它到达一定的顶端时 它就会开始衰退 就好像之前 手机 现在也开始慢慢衰退了 一样的道理 任何产业都是一样 小骑兵系列四号 这一档股票 它也是面临一样的问题 它本身的产业应用 已经开始衰退 那如果继续让它这样子下去 那这间公司就是日落西山 那就没有要救了 但人家愿意转型 往另外一个方式去切入 另外一个方向去切入 它切入成功了 就是等于它找到了新的蓝海 小骑兵四号 就是符合这样子的转机 积极的往高毛利率的产品 来去做发展 去做那些利基型的产品 少量多样化 客资化的产品 毛利率高 理顺后 竞争又少 整合产品扩大到公控跟医疗 公控跟医疗是现阶段 趋势非常明显的主流 换句话说 它不只转型成功 而且切入了未来的主流 应该不是说未来 现金的主流 它切入了现金的主流 所以显现在它今年的营收上 当然就会有所表现 第一季的EPS 已经达到去年的六成 第一季也 有四季也 它还有三季可以赚 结果第一季就已经赚到去年的六成了 各位现在的投资朋友 1234 四入财神到位 这档股票 5月24号 攻上了涨停 5月24号 我们提前卡位获利当中 小奇兵4号 5月26号 股价压回来 灰山老师我做一件事情 5月26号星期四 小奇兵4号 我们加码再买 加码再买 到5月27号 也就是星期五 股价再往上拉 股价又继续往上攻了 这就是小奇兵的特色 我选的股票 不会说马上一飞冲天 但是它都具有优势 早晚都一定发动了 果然礼拜五又开始发动了 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它的股价开始一飞冲天 小奇兵 股本小 股价低 筹码轻 大转机 从一堆红海当中 找到了新蓝海 换句话说 就是转过新功了 应该人要等大人 就是要转股嘛 那这一刻非常的重要 转股转过了之后 就赶上超高了 那小奇兵4号 他转股成功之后 当然要反映的 就是在他的股价上面 所以股价会这样子往上涨 一点都不让人家惊奇 往高毛利率的产品做发展 所以前年 去年啦 第一季EPA 毛利率一成 到今年第一季 毛利率已经一成八了 数字会说话 卉杉老师我不会骗人 这都不是卉杉老师 我可以随便乱讲的 小奇兵 4号 你的机会 你的开始 目前 融资水位 只有1300亿 很显然 投资人还是没有信心 卉杉老师 我把大家当作好朋友 既然我的系统 他叫做无路财神嘛 对不对 我的系统叫做无路财神 那无路财神 顾名思义就是广结善缘 所以卉杉老师 基于把你当好朋友的心情之下 好股票 跟好朋友分享 你没有听错 这一档股票 小奇兵4号 你听好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小奇兵4号 今天晚上8点钟 晚上8点钟哦 准时开牌 我准时开牌 在哪里开牌 不是在节目开牌 在这里 两个地方 第一个 五福临门杨卉杉的粉丝团 我在这里面会开牌 第二个 我们公司 亨达投顾A APP 你可以在五福临门杨卉杉的粉丝团 也可以进入亨达投顾APP 我今晚8点开牌 小奇兵系列4号 你要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就从这一刻开始 马上行动 休息一下进广告 等一下回来节目现场 马上回来 口痛 请用五分钟 吹起听 请用起听五分钟 五分钟 不好 好 亨达投顾网站 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亨达投顾 亨达投顾 亨达投顾网站 亨达投顾网站 每日提供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喷达投顾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0281010600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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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这个星期是值得庆祝的一个星期 亨联网的领头羊联雅 我们上一次操作六成四 获利入带之后 辉山老师5月11号430块钱 又再接回来 5月25号星期三 435块钱再做第三次的价差布局 我们在低档顺利卡位成功 而本周化汉利用一次的波段 以及三次的价差操作 到目前为止也累积了九成六 也就是换句话说 将近一倍的获利 这个星期开开心心 并且我们的小骑兵系列 已经开始发动 小骑兵1号1721的三晃 股价工商的涨停在往上 小骑兵2号6485的连续 股价也创高 当然我知道 你现在对于盘氏 可能还是没有什么信心 慧山老师我把你当好朋友 好朋友就是一起分享好股票 这一档小骑兵系列4号 股价刚刚突破整理停台 四路财神到位 5月24号攻上了掌停板 我们已经卡位 5月26号压回 灰山老师我再度的加码 那今天股价继续的上工 已经开始往上 已经开始往上 这是你的机会 这是你最好的开始 小骑兵系列4号 今晚8点准时开牌 准时开牌在哪里开牌 在这里 五福临门 杨慧山的粉丝团 或是上我们公司 喷达投顾的APP 这两个地方 今晚8点准时开牌 你需要好的机会 你需要一个成功的开始 当你成功了 你就会有接下来第二次 第三次的成功 好好把握 8点准时开牌 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再会 我混猪 不好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喷达投顾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喷达投顾网站 每日提供 即时专业研究报告 邀您锁定浏览 您投资最佳的选择 喷达投顾速播 02-8101-0600 02-8101-0600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也评险加买附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效期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带电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 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欢哦 妹妹啊 去洗碗了 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 会被人先 爸爸说女孩独理工 将来会很辛苦 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 C斗让女孩有发挥潜能 平等发展的机会 我可以当科学家 我可以做工程师 我甚至可以开飞机 为推荐 您该推荐 同学 您好 wonderful 谢谢大家